开心炫耀他的飞机 塔利班士兵手指的这一架 正是美国遗留下的C17运输机 还有人更夸张 塔利班士兵拍下同伴驾驶着美军留下的防地雷反伏机车 把整座机场当成他的游乐场 开着装甲车队绕行 另外一群人挤在直升机旁抢着合照 美军在当地共作废73架军机 撤离前把仪表板玻璃机轮直升机奖片等能破坏的都破坏 就是不想要把武器送上门 在美军离开后 喀布尔机场正式落入了塔利班手中 混乱后显得格外冷清 只有塔利班得意洋洋宣誓主权 但是在这座美国杂巨资修建维护的喀布尔机场 现在是一片混乱 民众没带走的衣服垃圾 但是塔利班夸下海口 说有信心恢复正常 塔利班想要积极重建机场 但这似乎和一般民众想的不一样 阿富汗民众认为最迫切的危机 就是他们找不到工作没钱赚 又遇到干旱缺粮民生困苦 一堆人挤到银行前 想要提领毕生积蓄 包袱款款逃出国 CN女记者直集了阿富汗 在于巴基斯坦的边界 巴基斯坦涌入超过一百万的阿富汗难民 另外还有人直集这一幕 荒漠中大批民众 吸加代卷的往前行 仿佛现代版出埃及记 这群阿富汗人民的目的地是伊朗 根据巴基斯坦外长透露 推测塔利班的下一步 就是要宣布组建新政府 而第一个盟友似乎已经出现了 基地组织发表对塔利班的恭贺声明 同时也传出塔利班的第二把交椅 巴拉达尔将成为实际领袖 而塔利班放话 希望未来能和美国建立好关系 但这还要看美国借不接招 拜登终于出面 但是演说绝大篇幅 都是为阿富汗撤军决定辩护 拜登演说中措辞语气都格外强势 并表示撤军阿富汗是为了应变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 但撤军行动后的动荡混乱 却还是得由阿富汗无辜人民来承担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焦点 等你哦